这 说曹操 曹操都领着十万大军来了 全来了 又是9100 可以播放 声音不正常 录音也不正常 机器上所有的电位器 可能可能动的都被动过了 雅家的9100和上一台一模一样 上一台是所有的中周被动过了 这一台 拆开看吧 拆开看吧 只要磁头还有救 别的都不是问题 机器已经全部拆开了 看看这儿它还写的是 主板上有个电位器 简短 原有的直接接上的 搞不明白你这写的什么意思 录音的那个大旋钮左右不平衡 我已经接上了信号源和拾拨器 很平衡啊 拨型也很平衡啊 拨型也很平衡啊 没问题的 电位器的电路结构没问题 拨型也正常 但是啊这个表头确实是有偏差 或许呢你是觉得这个表头不平衡 才说这个电位器有问题吧 这个需要校正一下校正一下表头就好 还有个问题啊 装了一类带这个一类和四类带的这个 选择啊 四类带为什么常亮呢 这个呢就是四类带的微动开关 结果我发现啊这彻底没反应 咱们来短接一下四类带的开关 竟然啊它还是常亮 这个就不好说了 主控板的电路或许有问题 或者就是这几个插头呢 拆开看看 现在呢可以明确的确定啊 传感器开关是好的 插头也没问题 线也是通的 故障的肯定就在这个主控板上了 这个磁带类别检测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类别 识别的选择的那个电路 工作不正常的话 所有的电瓶大小啊 偏磁啊 EQ啊全部都会乱的 所以首先得把这个功能修好 我又试了试 它的一二类带选择是正常的 但是一二类带选择是建立在四类带 开关的动作上面的 如果四类带不动作的话 一二类带选择也不正常 所以呢 这个 四类带选择开关有可能是好的 电路也有可能是好的 呃什么坏了呢 显示屏的这个驱动 这个像素的电路有问题 但是现在不好说 查一查电路图分析一下 图纸上面显示啊 W500的这根排线的第五角 就是金属带的控制信号 大概在这个位置 上面有标记 现在是5V 只需要碰触这个玩意儿 看看这个这个脚电压有没有跳变 我现在碰一碰 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所以啊 可以确定 嗯 这一部分 显示部分肯定是好的 问题呢 还是出在这一部分呢 磁带类别的选择电路上 这一部分 研究了一会儿图纸啊 这一部分呢 就是 微动开关的几个电路 这一部分呢 就是去往录音版的这个插座 我现在触碰 四类带选择 有变化 去往录音版的信号是可以变化的 然后我再看看录音版返回的信号 我再继续触碰这个 录音版返回的信号也有 就证明了这个四类带选择 送往了录音版 然后绕一圈回来 录音版返回的四类带信号 再来控制这两只三级管 这两只三级管在这个位置 现在呢 根据电路的故障现象啊 这个积极的 这只TR106的三级管 积极的电压跳变有问题 但是线流电阻之前呢 它的跳变是正常的 所以大概率是这一颗管子有问题 或者就是这颗达林顿了 没问题了 猜的不错吧 就是这一只小达林顿管 装上了一颗 现在呢 故障当然是排除了 四类带选择都正常了 装上四类带 没问题了 一类带 没问题了 识别都正常了 达林顿管 达林顿啊 是个人的名字 是这老兄呢 当年发现 两只三级管封装在一起 可以实现更大的那个 贝塔值 所以后面就用这老兄的名字 命名这种三级管了 达林顿三级管 嘿 不好了不好了 大事不好 这个主音量选择 刚才还在说它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突然发现了一次问题 但是它现在呢 又不显现了 看看它 这个右生刀啊 它在这样的跳 现在不明显 刚才啊跳得非常厉害 哎呀它这会儿它又不显现故障了 你说头大我头大 可以排除啊 不是后面的插座问题 哎呀我感觉又是哪颗三级管有问题 肯定是哪颗三级管有问题 这个不显现故障了 那怎么办呀 它现在一切正常啊 显现了 显现了 看就是这个毛病 它现在是监听状态啊 这是电路有问题 和大选角无关 刚才呢 发送了一封电报给小本子啊 让它不要再排那个核污水了 哈哈哈哈 瞎搞啊 瞎搞 摩尔斯代码呢 我也不不清楚 瞎按瞎按 刚才那个湿针的故障呢 是因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这个通道切换开关了 现在切换一切正常 就是这个开关啊 内部氧化了 喷一点高效复活剂 来回按一按 没问题了 舒服爽了 接下来 315的电瓶带 看一看 哎呦 我的妈 这315的袋子就这样吗 嗨 哈哈哈哈 左升到下半波直接没了 哎呀 这台机器是要玩死我呀 这么多故障 再来看看这个主板上有个电位器简短原有的直接接上的 我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看看这儿了 pb level pb level 电位器 刚好呢 就是那个有一个声道波形不是下半波没了 就是那个电位器 这个它不是电位器的问题啊 这波形湿针放大电路有问题啊 把这电位器是就是插来插去有什么用啊 嗯继续查 来研究研究这个磁头放大 首先啊 这个直流工作点啊 左右升到乱七八糟了 已经 这两只电位器啊 绝对是不能动的 要调也就调调EQ和电瓶之类的 这两颗直流工作点啊绝对不能乱碰啊 嘿 这个肠儿肚儿都翻出来了 哎 故障还是没查到 这一台机器它没有图纸啊 我只能根据别的雅架的图纸来分析它了 现在可以确定啊 杜比芯片之前 剑南的信号是没有时针的 这两只芯片出来的信号 确实是一个声道时针了 下半波已经没有了 但是啊 我开始怀疑是这两颗呢 可能其中有一颗有问题了 但是现在感觉不是 可能是后面的后级的放大 或者切换电路有问题 影响了它的波形时针 再拆吧 进一步验证 好了好了 哎呀 经过了一番苦战啊 没有资料啊 瞎几个找 终于是左右升到波形正常 等伏了 这个杜比系统呢 也没问题了 万幸这两只芯片呢 都是正常的 故障呢 果然就是不出所聊啊 杜比芯片以后的这部分电路有问题 哎 检查检查虚焊 这个我已经发现了这个座啊 这个位置有点虚焊 给它焊一焊就可以装起来了 这下好了吧 电瓶标准了 左右一致 幅度正常 也没有试针了 接下来呢 整体调标 校准 已经校准的差不多了 现在是录音状态 待后 看看啊 漂亮了吧 等幅一致 纹丝不动 高低平一致了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个很好调了 看看校准啊 低平呢 标准了 高频直接打满 而且无论怎么拧 偏磁呢 这个进度条呢 它是不会动的 嘿嘿 信号源的高频发声电路 还有故障 哈哈哈哈 各位敬请静坐 待我表演 这下呢 彻底的搞定了 校准系统 现在已经万无一失了 左右可调 好 磁头还算不错啊 偏磁范围也还可以 轻松到位 没问题了 看看待后 干干净净啊 这个校准系统的故障啊 最终呢 查了好久 就是那个波形就是不对 最后顺着排线查呢 发现啊 就是排线 查座有问题 这个排线的 写在这里嘛 这不是一个400 一个8K 这两支针呢 它碰在一起了 两个针插在一个孔里了 哎呀 刚好这个位置还盖着 看也看不见 折腾死人了 好了 现在机器是万无一失了 四类带呢 也可以到位 二类带也可以到位 不错不错 这台机器的瓷头呢 还算是可以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老话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情圈 打一段被遗忘时光 一千点滴 一千点滴 会伸出我心肝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情圈 其中那欢乐的情景 慢慢的浮现在我的脑袋